商降过后就是冬天了 瑞瑟温泉区泡汤休闲活动也开始热络 瑞乡公所设置着温泉竹汤公园里头的温泉池 乡公所很感谢业者配合供应温泉水 让温泉竹汤池可以对外开放 而为了改善水源供应 乡公所目前也编列预算推动温泉开发许可视作全景 以提供稳定的温泉水源 现在的天气气温一天比一天要来的低 瑞瑟温泉区泡汤休闲活动也跟着日益热络了起来 瑞瑟乡公所设置的温泉竹汤公园里的温泉池 目前也已经对外开放 因为水源供水的管线比较长 可能没有办法把出水口的温度来到我们现在温泉区 那冬天可能温度没有办法达到大家的期待 但是我相信这个水是一定是全值非常好的 2017年瑞瑟乡公所在内政部引建署计划支持下 配件这一座瑞瑟温泉竹汤公园 由于偷住经费不多 相关设施设备并不完善 尤其也在当地温泉业者的配合下 同意供应温泉水 让温泉竹汤顺利开放使用 不过乡长陈金光认为这并非长久之计 因此今年编略预算计划推动温泉开发许可来施作 今年也编略了预算来申请温泉的开发许可 大概明年中以前会取得开发许可 那希望明年我们能够用公所的一些经费 并且向上级争取来施作我们自己的水源 来打一口井 让我们这些水源能够很稳定 瑞瀉温泉竹汤公园建置至今四年多 除了温泉竹汤池 园区包括清洗公厕等设施并不完备 为游客民众所诟病 相公所也积极向上级相关单位争取 希望提供游客民众更完善的温泉体验 进而推广行销瑞瀉的温泉产业 记者石玉兰瑞瑞采访报道